好戏都在意料之外上演! 岑春磊和李莹莹在德国站让你惊爆眼球! 昨天,国际排联更新了中国女排的队员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主教练郎平变成了安家杰,队长朱婷变成了袁新月,后又有消息正是郎导带领女排五大江朱婷、杨芳旭、刘晓彤、严妮以及自由人林立已经搭乘今日的飞机启程回京, 其他队员将由安家杰带领前往德国 德国站中国女排将直面东道主德国女排、奥运电军荷兰女排,以及最近势头强劲的土耳其女排,郎平退后,五大主力缺席,无疑表明了郎平看淡了最后一场联赛, 而是着力最后的总决赛。 德国站中国女排这下在真正队员不整的情况下还有看透吗? 当然有。除了朱婷的缺席是德国站中国女排的最大损失外,杨芳旭、刘晓彤、严妮以及自由人林立的缺席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没有名次的压力,没有了绝对主力的挡道,德国站女排姑娘的表现让球迷想象,几大看点更值得我们期待。 众多球迷千呼万唤声中曾春蕾终于出手,德国站大花蕾当再次证明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给球迷带来惊喜,朱婷和刘晓彤的缺席, 李莹迎迎来了绝对主力的机会,这成了正名的绝佳时机,没有了朗导那犀利的眼光,李莹明少了沉重的压力,必然会打出高的水平来。 安家杰的指导能力也值得我们关注,这次的联赛,虽然球队输的是一塌糊涂,但因为朗平回归主教练职位,安家杰倒因之避开了一场灾难,可以想象要是安家杰带队征战联赛,收获这样的成绩,那早已被球迷骂得体无完肤了。 一切皆有可能。 球迷们不要抱着悲观的情绪,从主教练到球员在没有任务的轻松状态下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除了荷兰队实力高于一筹,中国女排拿下东道主德国队应不成问题,对土耳其女排也是一场不分上下的较量。 有了前几场联赛经验的积累,输了球的姑娘们也憋着一口气,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力争打出水平和气势来,给姑娘们加油。